可是他前面的部分契合啦 但他接下去还是希望要多一点 他说你有很好的地方 可是就是对我还不够这个不够那个 那就是觉得是看是要改变呢 还是要做什么 一种就是他降低期望 一种就是托付出一点 那你目前你的生活态度中会倾向于哪一种 就是两方面的谋合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当然一开始都不是这么了解 那需要经过磨合才会慢慢慢慢 越来越圆融这样 听起来蛮励质的 可是做起来不容易啦 其实你有另外一首我喜欢的歌 是一首比较强烈的歌 就剥削爱情 其实他里面还直接有骂 就不骂当时 这跟刚才那个两种态度 两种自我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定会有不开心的时候的情绪 会 那 我不想 我不想就是把它刻意隐瞒 你不想只表现出Gentleman 的杨二代 对对对对那种痴浪漫的 对所以我才说我不是一个Gentleman 不过这词不是你写的 对 可是你有跟他讨论 还是他突然就觉得这个曲应该写成这样 我当时跟他讲讲说就是剥削爱情 你应该这样讲 对就是剥削的意思 那我那个朋友发条 他刚好那时候也经历了感情的低潮 就刚好遇到被劈腿的事情 嗯 了解 对 所以就写了这样的歌 是他就把他的碰转移到你的词里面来了 好 我们现在听哪一首呢 听比较想改善自我的男性歌曲 I'm not a gentleman 还是想要听一个指控女性 我可以唱剥削啊 哦 好啊 因为比较不一样的你对不对 对 就是 就是从来没有这样唱过 其实还蛮特别的 那心里住着的公主 我在被原谅的过渡 当初那夜只要撒娇 我就要脱向 脱向 你也是个滴泪 可踩着就不能动 即将要找出大洞 摧毁这世界 世界 你正在剥写 我的尊严 我觉得剥写 你的道歉 今天只有真的行为 尽管你受写 再多的错 我也要收回 曾经的拥有 钱不要浪费 我时间 尽管你受写 我的尊严 但是Garin知道 你胸起来 还是上面感觉很温和 对 就是 我不想 因为 因为你的音色的关系啦 对 去外面表演 就是有ban 会比较 对 会比较 强烈 然后 因为这里空间 就太安静了 就会 不敢放出来 对啊 还是今天因为心情还蛮好的 所以没有那一股 对啊 那一股那个熊熊的怒火 对 就是 有时候你会 有莫名的生气的情绪 但是 就是 但是那 就是过了之后 你可能就 有没有那个 所以现在 是有人吗 还是没有 现在 现在 是有对象还是没有 现在有对象 所以 还是有真的相处的 很多的心得嘛 对 其实专题里面还有一首 也跟 就是我没想过你会唱的歌 叫出包超人 哦 就好像很难想像这样子的 的一个 一个意念 会发生在我们看起来 还蛮震惊的 The Gary 身上 对 就是我那时候写 很可爱啊 对 很可爱的一个 然后 其实 是因为我看我朋友啊 常常 就会 一下子拉东拉西的 或是什么 什么又 今天又搞了什么事情 好笑的事情 好像很忙这样 对 然后可能 今天又掉了什么东西 又做了什么 纯事之类的 像我之前就是 我把那个 我的手机啊 放在口袋 嗯 然后我一回家 就很热嘛 夏天 然后我就赶快 衣服脱一脱 要丢到洗衣机 然后就直接丢进去了 然后过一会 过了十分钟之后 我要打电话 欸 我的手机咧 我才发现 已经在那个洗衣机 已经在洗了 已经在洗了 一件衣服你就洗 没有 没有对 不是一件 就是有两三件衣服 然后就丢进去 那怎么办 手机就毁了 手机 还好就是 拿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 那个除湿机 还可以用 就是过 大概一天 然后还可以用 这是小出发就对了 可是基本上这首歌 也并不是一直在解释 这些出发的事情 对 还是在 就有点励志 不要怕 出球 或是 就是自己还是 坚信自己的 那个 所以你有这一块吗 还是会有 你有 你有这种阳光 男孩的一面 就是 你给我感觉 一直是很夜晚的 夜晚的角落 对啊 所以你有这一面 还是会有 就是 我不曉得 可能自己 有 某一个 程度的 多重 性格 多重 性格 那我们来听一下到吗 可以啊 我相信这里是平常你不会表演的歌 我不会 粗包超人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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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像超人一样 没关灭 都也就 不会 流泪 穿过的带领黄飞坐穿着的黄金宝蕾就出现 我不彼为是道行就能飞飞飞飞飞 幽默醉美 还有活力的Gary 其实我还蛮想听另外一首歌 但是因为今天没有Lara在所以不能听黑色静态也是她写的词 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跟一般男女对唱 说在她没有那么多彼此之间的对话 她还是比较像一个人在说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男生女生都会碰到类似的事情 就是你在感情上还是会有时候不是这么顺利 对那也许你一个人就是另外一半如果离开了 或者做什么事那你可能就会想要去把那个记忆 不好的记忆删除掉 但没那么容易了 细节没有办法一下都流向大海 这句写的还挺要的 细节都流向大海 对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每次旁边的人都可以讲得很轻松 啊你就怎样怎样就好了 对啊不要多想嘛 可是不可能啊 身在那个事件当中的人不可能可以这么快抽离掉 所以就想说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就是那种记忆题抽出来就好了 这个有点小科幻的感觉 他其实就是因为在写那个他看那个电影王牌冤家的时候 一个灵感 所以事上我们两位在其实透过也是一年多的生活嘛 沉甸又端出你的新的音乐作品 所以对于音乐这条路就还是就这样稳稳的走下去咯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的有都没有 我是想说如果我可以就是一直做自己想做的音乐 其实就会很就是很开心啊 是 现在还有做录音师吗 比较少 就是只有因为我花比较多时间在做自己的创作 还有帮别人写歌制作 那录音的部分就是就是杰伦啊还有公司 DARA或是南全的 那也不少了吧 就是对因为可能以前就是录音 那现在可能我像我帮南全就是 除了录音那Mix 对全部都做 就会花比较多时间 好请大家来支持我们的Gary 杨瑞大的第二张专辑 黑有气质的封面 然后蛮有深度的歌曲 谢谢 谢谢瑞大 谢谢